刘大姐见到猪大哥的第一面觉得没什么演员 但猪大哥却对刘大姐很满意 这不 坐下来后 猪大哥主动找起了聊天的话题 十五年 十五年大点 对 对 要开的少点 开的开810 现在930 我不记忆 这500我都不记忆 大概现在也退休 退休两天了 退休两天了 现在能开多少钱 开减三千 两千9百多 因为我这两个人还算能承受 能承受 嗯 可以 就是我有 我要是说 我 你工之 就是搁这咱俩花 剩下咱俩咱的不够 我可以掏出来 别看我少 大哥喜欢推着光照舞 啥子 喜欢活动活动 你这活动能健康点 大姐也跳过光照舞啥子吗 嗯 跳 经过了简单的了解 能感觉到刘大姐还是有些心不在焉 这不一会儿啊 刘大姐主动叫出红娘 觉得还是结束这场相亲吧 好 其实没有眼眼 丑的就 不是我要找的那个类型的 大姐想找啥类型的 咱最起码的就是丑的得顺眼 你看具体让我说 我还说不出来 但是我就丑他不是我想要的那个类型的 你就不用劝了 你劝也没余地 我骗跟他说沟通处处处是吧 接下来电话联系 没有用 我没有啥演员 我这人急性的 这是咱有啥就说啥 不也蛮观点 当朋友 出 从刘大姐家出来之后 朱大哥跟红娘说 你看看这亲乡的 总共都没说上几句话 刚结束下楼的时候 他还挺不甘心的 觉得遇到这么有演员的相亲对象不容易 但是呢转面一想啊 就大姐这齐了咔嚓的性格 和自己还真是不咋合适 大哥说自己是慢性子 再找伴啊 最好在性格上也能合牌 两个人才能过到一起去 那按照大哥的要求呢 红娘又为他介绍了 王晶 王大姐 下来了 挺冷的 我先别让你下来了 你好姐我是原来不好 红娘小琪 走吧 王晶62岁 退休金2200元 婚姻状况丧偶 居住地四平市 住房情况 与母亲同住 沙发把它改成床了 对 谁住的 这个就是我姐姐来 弟弟他们来 看我妈来 要干好就过年了 或者是人多了 就跟这住了 王大姐现在和91岁的母亲住在一起 平时的时候 都是以照顾母亲为主 因为母亲年纪大了 身边真是离不开人 现在就是平时就是 姐你跟母亲在一起住 嗯 对对对 能帮着一起照不照 对呀 一打我家那人走了之后 我就跟我妈老妈跟她住 我没啥还好 就是也不出去跳舞啊 接手外接也挺少 因为啥 因为老妈酸的我酸的挺紧 她吧几乎不怎么 就是离开她超过一个小时 她就找你 嗯 这四十大就像小孩似的 一早起来 你就得先给她冲个鸡蛋水 五点钟起来就得冲鸡蛋水 完了七点钟就开始擦 擦小米粥 中午 带给她做点饭 弄点菜 吃完饭收拾完了 出去走 走弄不到一个点吧 就回来了 走一趟 等我晚上吃完饭再出去走一趟 买点菜买点啥就回来了 就一天就是 就是这样 每个礼拜半个月吧 洗衣灰热尔尖尖头 你陪伴她呀 你就得拿她当孩子 你就得顺服她 你不顺服她 不高兴了 说来病就来病了 你看的挺好 王大姐和母亲住在一起已经十多年了 每天的生活主要就是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 大姐说啊 刚和母亲住一起时 她还能自己做做饭 大姐也能倒出时间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近几年母亲身体越来越不好 所以大姐现在大多数的时间就是照顾母亲了 我看你这喜欢绣十字绣啊 对 没别的爱好 这都是你绣的吗 对 都是我绣 我看这边还有 这边也是啊 好几年没绣了都 以前八多岁前母亲换衫还能下地 擦个招子有点饭 很大前还行的 绣点 就冲那儿就是最近三年这样不能下地 就全都得啥 他们都有都有家 就我 我把家房子卖了之后跟女儿 女儿结婚 我回来照顾老母亲 因为兄弟姐妹都有家庭 独身的王大姐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任务 她说 如果老伴没有那么早地离开自己 也许现在就能多一个人陪伴母亲和大姐了 她个招子上电工 她那个工作清闲 基本就没 就是车间奶嘎不坏 根本她就没有活 就呆着 天天晚上喝点酒 后来厂子呆味黄了 解体了她一下子 情绪就更不好了 她脾气不着好 完了就喝 就开始就去 就是不吃饭不喝酒了 就那样 15年的时候她那天上工地上班去了 完了就 各部工地她就说 不行脑子疼 赶紧打车上医院吧 就在那里上的脑壳医院 到脑壳医院 就不行了 自打老爸2015年去世后 王大姐卖掉了房子和母亲生活 虽然有母亲陪伴的日子 也算有个伴 但母亲却觉得自己年龄越来越大 如果真的离开后 一个人的王大姐该有多孤独啊 跟老妈搁一块儿啊 反正还觉得 不是说是自己了 就感觉都挺的啥 还行 我就先陪老母亲 你就度过晚点就得了 她陪我我陪她 就是个伴儿嘛 完了就是这以后 老妈总看这个原来不晚 她说你看人家都找的 真挺好的 你也找一个呗 我说我找你咋人呢 她说我没事 我真是91了 头几天还住院了 她说你万一你百年走了 你生你哥也不孤单 我说我当时也没那啥 反正是后面我妈说了好几回 我就个个下定决心就报个名 那要是说大姐在找有另一半的话 就母亲这边怎么办 我这么亲子就是暂时不能 不能看头就过吧 咋的也得了解了解 了解不多也得一个半年呗 最快也得半年 这半年之间我就能找我嘛 过半年就像我姐妹我姐姐弟弟 大伙子留呗 总和我哥哥也不行 想找个啥呀 想找一个第一点必须得饮品好 再一个不抽烟不喝酒 没有不两个时候不打麻将 其实就是年龄啊 个头啊 那都是吃药的我觉得 主要就是这一个喝酒 哎呀受不了 因为老伴的酗酒 现在王大姐就想找个不喝酒的老伴 那猪大哥会是他想找的人吗 广告之后相亲继续 来 来 你好 来 进来 简介绍一下 这个是那个猪中海猪大哥 啊 好 把他帮给王大姐 好 你好 先逼一秒下来啊 这个感觉很棒吧 丑子瘦也个儿也小 两人的第一面 虽然对彼此的演员都很一般 但是大哥大姐还是觉得 演员只是一方面 还是得了解了解彼此的情况 再做决定 你哪年生人呢 我五九年 那三大伙子 我也是五九年的 你俩同岁搭着班 嗯 现在我有个儿子啊 在北京 结婚了 结婚了 嗯 嗯 三大伙子玩的 我是一个女儿 哦 你也个外地 你也得三十岁了 嗯 四十 毛说是死了吧 是死了 嗯 闺女孩都要上中 出杀了现在 过年考考中 哦 嗯 对 那正常的嘛 嗯 她这个紧还行 有孩子 她要是没结婚的 就负担重呗 喝不喝酒啊 不喝酒 酒 就是实时来人来说 一无一无喝半瓶瓶酒 就没有人千万一口不喝 大姐是不想找一个喝酒的人 嗯 大姐是爱人 就是原来总是喝酒的人 嗯 我不说我不喝 我天生都不能喝酒 嗯 我喝了一口酒脸痛 嗯 就冲雪人的意思 啊就有的人就用过敏那种 嗯 嗯 就过敏 这还行 就我家那人喝酒啊 所以就有点 就像恐惧了 你知道不 哦 你是怕她喝毒 嗯 喝酒多少 都是在喝酒上 实态你知道吗 嗯 对于喝酒的问题上 王大姐很满意朱大哥的回答 紧接着她也说出了 她和母亲一起住 想看一看 朱大哥介不介意 跟母亲一块儿 哦 嗯 母亲 九十一了 哦 就去找个母亲吧 嗯嗯 要是就是说 想找个另一半的话 母亲那边的话 大姐怎么 就我姐跟我弟弟 他们俩那啥 就轮巴呗 轮巴吃 嗯嗯 咱们妈都挺平常的 从那样还 从那样性格好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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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处的话 咱也不能说 马上就 就成家 不得了解这段 真的成家 那是另一半词 是不是 那如果说大姐在 比如说 你俩成完家以后 她要是比如说 过段时间回去照顾母亲 一段时间 这也能够提出 那也可以 直到你 人家说 始终的在马家 那不就持续意义了吗 哦 应该是直到的 直到的时候 就看了 看了母亲大概三天五天 那也挺正常的 你看看 虽然开始的时候 演员不太过关 但通过了解 明显两个人 都拉近了不少的距离 可就在这时 王大姐发现了一样东西 就是因为她 让王大姐一改常态 那究竟是什么呢 广告之后相亲继续 我是红娘甜甜 但是在原来不晚 大家都叫我喜神 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结婚了 原来不晚 第一对结婚登记的嘉宾 就是我给撮克成的 从那以后 这牵手的嘉宾是越来越多 我们作为红娘的幸福感 也越来越强 介绍对象不怕难 调解困难 不怕烦 用最真的心 为您寻找最幸福的陪伴 想脱单 赶紧来找我喜神甜甜吧 朱大哥和王大姐见面后 通过了解 朱大哥对于王大姐的性格很满意 王大姐对于不喝酒的朱大哥 也很过关 正当两人聊得正好的时候 王大姐发现了 放在角落里的音响 你这是音响 什么音响 拿广场跳舞的 有时候拿 你就喜欢跳广场舞啥的 嗯 喜欢唱歌跳舞 唱歌咋样呢 唱歌咋样呢 唱歌也是一般话 喝点舞啥的大姐姐 跳广场舞还可以吧 嗯 跳广场舞还行 都管理身体嘛 跳交易舞啥不怎么行 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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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挺反感 挺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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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嗯 咋的 usz Antarctica 刚才就是跟大哥姐了解了一下 就是对于跳舞这方面 可能是比较有点鼓励是不是 啊 鼓励 嗯 跳舞这方面不是 不是绝对的说非非不跳舞 就是这无所谓的事 我自己生活 我说没有啥事 我想我肯定得玩一玩 自己打发了自己时间 但是就跟谁结合了 假如说跟你结合了 那我能成年去玩 不可能 要学我也不一定的去 说这意思 嗯 嗯 这 这 那啥呢 你听大哥这么说 嗯 你听大哥这么说完 还觉得有点介意啊 介意的点是啥呢 嗯 介意的点是啥呢 就是你不爱好那个吧 就对他就有点反感 就是跳舞呀 你就不忍不太喜欢 要是以后不跳了呢 这玩意吧 这玩意吧 也不能说以后跳不跳 这玩意就跟打麻将一样 他都干 他啥玩意玩习惯了 他又有瘾的 他又有瘾的 有 激不掉 有 像打麻将那个 你看他要有车子要有车子 他说他不玩 他个儿都混得不了 鸡蛋你学会的都不好记 酒烟 但是他跟跳舞两码字 跳舞可能记 那个那烟 你说跳舞要记能记啊 能记 但是你抽烟喝酒不好记 他就好像不太好接触 成了 咬的啥事是不放的意思 好像有点感觉 你真是说啥呢 你不爱好这个东西也行 但你不烦这个东西 就咱说这个东西我不愿意吃 不可以说我不烦 你别吃愿意吃你吃 这可以 所以说他就愿意 但我烦的东西 你得烦对方面 就好像太支持那个 跳舞他不行 咱为啥不行的 就不喜欢跳舞 跳舞的难度我觉得好少 那你不能一干个都打鼓子了 尽管朱大哥表示可以不跳舞 但王大姐依然觉得 心里很难过关 看着坚持的王大姐 朱大哥决定 那还是结束这一场相亲吧 那人罢不能强求 接着一回 好 到最后王大姐还是觉得 大哥有跳舞这个爱好 会让他没有安全感 虽然大哥表态 可以为了他不再去跳舞 但是王大姐觉得 因为自己压抑住了大哥 对于跳舞的热情和渴望 心里还是挺过意不去的 如果大哥能够找到一个 爱好相同的另一半 那不就更好吗 所以呢 大姐很感谢大哥做出的表态 也希望他能赶快找到一个 兴趣爱好都相同的那个人 那好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原来不晚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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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